我的世界田园安居小院建筑教程 找一块地,平出来 按照视频标注,打好地基 地基中间用泥山木地板铺满 每个角用平滑石英块,搭高五格 然后连接起来,框出一层的框架 天花板用白花木地板铺满 一层左边这面墙每格三格,放上云山木地板 右边搭三格宽平滑石英块之后,空四格,用玻璃封起来 这边的墙,左右两边都用玻璃封起来 中间位置上方用玻璃,下面中间用云山木栅栏 两侧放栅栏门 这边搭一格后,搭三层宽玻璃,其余地方都封起来 房子整体为一圈平滑石英块 在平滑石英块上放石砖墙,为一个小院子 大概中间位置留三格宽大门 按照视频中的样子,用石砖墙搭出大门 门口放上石英楼梯 正中间放上告示板 二楼左侧从左往右属第七格,右侧是从右往左属第七格 加上二楼的角,全部都搭高五格,连接起来框出二楼框架 这个位置搭两格宽,空出来另一边流出窗户的位置 这面墙也封起来,流出窗户和门的位置 这里的窗户四格宽,二楼这里搭出阶梯状后 天花板用白化木地板封起来 相对应另一侧也搭出阶梯状 这边也是一样 然后铺上白化木楼梯做屋顶 左右两侧一起铺,香蕉的位置连起来 这边也是用同样的办法 这一面从左到右直接铺就可以了 然后按照视频这样,倒着再铺一层楼梯,加宽无盐 这面墙也封起来流出门和窗户 这边往外铺一层平滑石鹰块,然后铺两层楼梯,再平铺三格,再左侧楼梯铺到底 具体看视频操作 然后用砂岩墙围出扶手 下面空鱼全部用平滑石鹰块封起来 二楼的窗户用玻璃封起来 这面墙按照视频中的样子封起来 留出窗户的位置 这里三格宽 这里也是三格宽 这个位置做一个阳台 用云山木台阶搭一个屋檐 凿掉石鹰块替换成云山木地板 往外延伸一格,用栅栏围起来 窗户全部用玻璃封上 二楼这里留四格宽 搭一个阳台 这个窗户五格宽 阳台用白画木栅栏封起来 上面用白画木台阶搭一个屋檐 窗户用玻璃封起来 这边的墙也按照视频的样子封起来 最上面阳楼的位置也开一个窗户 这面墙用白画木楼梯和台阶为一个样式 阳台用白画木栅栏围起来 窗户封起来 搭上屋檐 上面位置也开一个大窗户 没用橡木门 上面也开一个窗户 放上从林木火板门 这里的阳台也用白画木栅栏围起来 房子整体再为一圈橡木树叶 门前放上桃罐 这里的玻璃再拓宽一格 放上草方块 为一圈白画木火板门 桃罐上放栅栏 再放上樱花树叶 这个位置放上角手架 这里放上两格宽从林木火板门 这里按照这样放上角手架和花盆 左侧角手架也放上花盆 玻璃上方放上两层宽营火 用铲子铲掉火苗 挂上灯笼 所有的小花盆放上各种小花 草方块上种上丁香和玫瑰 二楼阳台也做一些装饰 门上方放云山木台阶 窗户上方放铁火板门 放上花盆 挂上灯笼 这个位置用栅栏 铁链 花盆搓落摆放 窗户上放从林木火板门 所有花盆放上各种各样的花 这边可以围上栅栏 用来种菜和养一些小动物 门前位置用壁雷针和灯笼 搭一个路灯 这里用橡木地板为一个泳池 中间放海晶灯 用云山木地板替换掉草方块 这里用脚手架白化木楼梯 台阶 栅栏搭一个休息的地方 最后在这里用橡木地板和栅栅搭一个扶手 田园安居小院的建筑教程就完成了 在这里用橡木地板和栅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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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